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2日星期二 最近几天在欧洲两场国际峰会 一个是10月底举行G20峰会 20个工业国的峰会 另外就是在10月1日开始举行气候峰会 是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举行的 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 中共的国家主义 习近平缺席这两个峰会 缺席 本来说他以视频的方式参加 但是现在发展得越来越离谱 在G20峰会上 他是以视频方式发表了讲话 但是到了气候峰会上 居然他连视频都没有出现 是说他有一个书面发言 所谓书面发言就是中共提供的一个文本 然后在场的中方代表戴维宣读 这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议论纷纷 如果说你已经不出席 国际峰会已经引起了种种的猜测和议论 说你是怕国际为欧 因为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不受待见 怕到了G20峰会或者是气候峰会会受到大家的批评 能也没有人跟你谈话 这已经是一个传闻 另一个传闻更靠谱的就是怕离开中国之后发生政变 因为他一心一意谋权力 要在19届六中全会谋权力 还要在明年20大谋连任 这个时候谨守在中南海 寸步不移 怕有人篡党夺权 搞政变 兵变等等 一出国就回不去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不出国 已经是备受议论的一件事情 然后视频参加 这是第二次议论的事情 但是现在居然发展到 在视频上不露面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 习近平是一个很喜欢刷存在感的人 因为每天不刷存在感就显示自己大权旁落 但是气候峰会居然不刷存在感 只有一个书面发言 究竟什么意思 有几种可能 一个就是已经粗鲁到这么一个程度 无理到这么一个程度 无视国际气候峰会了 就是无所谓了 再一个就是害怕去承诺 本来说在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之后 对美国不利 对中国有利 把中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 可以增排到2030年 以后再逐渐减排 美国化成发达国家 当时2009年的时候就说你要开始减排了 而且不仅要减排 美国还得发展发达国家 你还得出钱给发展的国家 补贴他 以后去减排 所以中共在巴黎气候协定占尽了便宜 甚至在川普政府一度退出的时候 还说中共要起领导作用 现在中共是萎缩不除 所以习近平在峰会上藏起来可能就是不愿意做承诺的原因 因为在这次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回答记者 或者见到其他人说了一句话 有人说习近平的承诺 中国的承诺是什么 他说习近平的承诺就是bushit 英文就是公牛屎 什么都不是 就是完全是一团胡扯 毫无诚信 他没有什么承诺 所以也可能还是躲承诺 所以不露脸 但是第三种可能性也存在 就是说习近平本身出了某种状况 比如说病倒了 因为你如果不能去那里 你说是怕瘟疫 这已经是给人很怕死的感觉了 如果你视频出现 说明你人还活着健在 在工作状态 但是你现在视频都不露面 只是一个书面发言 那就让人怀疑究竟你出了什么 当然要想远一点 大家就说他是不是被党内其他各派控制了 那倒不是 因为在党媒党报上还是他占满了霸瓶 特别是头版头条 所以要说是党内已经发生了什么 习近平已经遭到控制 这个结论不能下出 但是有可能生病了 病倒了 有可能 生病病倒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去搞19届六中全会蒙全 很忙 日夜的蒙全 跟自己的亲信 习家军密谋 电话上密谋 见面密谋 外出又假装 考察又密谋 所以密谋得累了 累倒了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个 本身身体就出了某种状况 这种身体状况是独裁者的身体状况 对外是不能公布的 就跟金正恩一样出了状况 哪怕住了院 哪怕是重病都不能公布 只能让外界去猜测 那么习近平也可能身体本身出了某种状况 在众多说他不能出国 两年都不能出国 众多原因中也有可能他的身体出了某种状况 因为前夕十字 几个月前 或者半年 或者去年出场的时候 他心路不变 颠簸 另外脖子老是歪在一边 在去年年初还传出了301医院一动戒年 习近平去动了脑牛手术 种种传闻都有 所以不排除 说这一两年他可能真的有共同身体问题 所以以至于在英国举行的契合峰会 习近平干脆连视频都不露脸了 就搞了一种书面发言 在众多的可能性中 病倒了 或者是暂时病倒是可能性之一 说到G20峰会和气候峰会 先后在罗马举行和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这两个峰会 习近平缺席 普京也缺席 但是在普京缺席不太引人注意 是因为现在的污染大国是中国 它的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倍 是发达国家 加起来总和还要多 所以G20峰会是20国首脑 全球气候峰会是更多的首脑出席 印度总理 穆迪都在那里表示 印度要做到什么 各国都在纷纷的表达目标 但是罕见的缺席 就是习近平 所以有一些外媒报道的标题出现了空椅子 引人注目的空椅子 空椅子指习近平和普京留下的空椅子 主要是指习近平 这个空椅子说起来 听起来很不吉利 因为这个空椅子让人联想到以前的一个空椅子 那就是中国有一位名运人士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受中共的阻撓投进大牢 不能去领奖 就在2010年 诺贝尔和平奖受奖仪式上出现了空椅子 人们对着空椅子演讲 对着空椅子祝贺 然后把奖牌放在空椅子上 那是刘晓波的空座位 空位受奖 这是诺贝尔和平史上的第二次 因为第一次是纳粹德国时期 他们受给一个主张和平 反对战争的一个德国作家 但是德国作家受到纳粹德国的封锁和监禁 不能去领奖 所以也有一个空椅子给他设置 第二次设置空椅子就是给中国的名运人士刘晓波 民主斗士 刘晓波都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 被中共不仅关押 判处重刑11年 后来在监牢中被中共下毒 慢性下毒 以至导致于肝癌 肝硬化 最后在临死前 中共才假装说保安就起医治 但是他要求出国治疗 但中共不肯 就在国内假装治疗 治疗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就迅速的死亡 完全是被中共所害死的 当时空椅子的说法Empty Chair在国际上非常有名 就是刘晓波留下的空椅子 缺席受奖 这次习近平在G20峰会和气候峰会上留下了他自己的空椅子 这都是来自于中共的原因 前面刘晓波被留下空椅子 是中共不让他去 这一次习近平留下了空椅子 也不是国际社会不让他去 是他自己不去 中共自己的决定 他不去 由于这个原因 都是中共的原因 所以给人看去对习近平来说并不吉利 恐怕大不吉利 联想到刘晓波不幸的结局 似乎意味着留下了空椅子 习近平也会有一个不幸的结局 如果说刘晓波当年被迫留下了空椅子 是一个缺席受奖 国际社会给他的缺席受奖 今天留下了空椅子 给人感觉仿佛是一种缺席审判 因为各国都在讲各国的责任和义务 尤其是在气候峰会中 各国的减排 延缓地球变暖 改善了气候的环境 中共应该有承诺 特别是所谓大国领袖 大国担当应该出来有个承诺 但是不仅没有承诺 不出席 甚至最后连视频上都没有出现 来了一个书面发言 这就跟当年把孟宏伟抓起来 孟宏伟是193个国家的联合国下属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结果被习近平诱骗回去开会 当场抓起来 抓起职 过了一个星期 认过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纸条 表示他辞职了 连签名都没有 打了一行字 就是他辞职了 完全是无视国际组织的存在 无视联合国的存在 所以这次习近平不去就认了一个讲稿 就把这个会议给打发了 留下了空椅子 是引人注目的空椅子 但是我对习近平来说恐怕是不祥之兆 不急之兆 因为对于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来说 空椅子恐怕也意味着空椅子的宝座 空椅子的权位 或者说丧失的权位 丧失的宝座 所以我说他是不急之兆 大不急 大不急力 由于习近平缺席G20峰会 派去参加G20峰会的是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个会谈 但是中共的报道就是完全是造假新闻 就跟他一贯的报道一样 凡是由中共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通信 通话 或者是中共的官员跟外国的官员会谈 结果中共的党媒导报出现怎么样的报道 王毅讲话五六段 王毅说 王毅说 王毅指出 王毅强调 王毅声称 最后来一段布林肯的表示 就是中共的报道 怎么报道呢 说王毅好像抢掉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什么台湾 香港 新疆等等 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 然后又批评美方错误的做法 要求美方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什么一个中国的原则等等 然后又说是合则两利 斗则两败等等这些套话说了一大堆 似乎看上去都是他居高临下在教训对方 结果描述到布林肯的字就是说 布林肯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没有改变 然后又说布林肯赞赏中方的提法 美方应该怎么样的合作 怎么样的相向而行 维护双边关系 什么管控分歧等等 就把人家没有说过的话塞到人家嘴里 或者倒过来写 那中共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 中共有三个词 叫光荣 伟大 正确 凡事都说别人认错 自己对 那叫做正确 然后凡事都自己居高临下 别人都是好像微微落落 那叫自己的光荣 还有就是自己都在批评对方 而对方好像都在认错 都在赞赏你 那叫做伟大 说伟大 光荣 正确 中共坚称这个基调 事实上对照中外媒体 对照尤其是英文的报道 其实布林肯对王毅说了很多强硬的话 把王毅和中共从头到尾只可以说数落了一番 新疆迫害人权 香港砸了一国两制 在西藏践踏人权 还有武力威胁台湾 还在南海 台海 东海到处制造紧张 还有在中印边界都说到了 把中共数落了一遍 而且着重强调维护台海局势 虽然说美国目前并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跟中共的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完全不一样 但是布林肯着重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现状 就是说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的现状 这才是布林肯所讲的内容 但是在中共的报道中 大多数布林肯讲的话都消失了 所以继续忽悠中国人民 让中国人民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 仿佛中国是中央大国 万邦来潮 连美国 西方所有的国家都要臣服在他面前 唯唯落落 还要认错 还要赞赏 还有什么赞同对中方 然后中方都是居高临下 让中国人民昏然不觉 因为现在的中共 习近平已经把中国带到了一个空前孤立的局面 毛泽东死亡之后还没这么孤立过 四面楚歌 八方受敌 连习近平本人都走不出国门了 因为一走出国门 就可能是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另外说到19届六中协会将在11月8日举行 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很重要 从他掌控的党媒党报就看出来 因为现在中宣部长是黄坤明 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直接掌控党媒党报 另外 王沪宁极左路线的推行人 在意识形态上跟习近平臭味相投 同声一气 也是要控制党媒党报 最近党媒党报紧张到这个程度 就是几乎全版的 头版全版的是习近平 比如说人民日报 连续几天 十月底到十一月初 几乎不登别的消息 全是习近平的消息 习近平又出席G20峰会了 老百姓还不知道 老百姓还以为他正在 G20峰会在罗马举行 还以为他去罗马了 中国老百姓不知道 因为他并不解释视频出席 然后习近平又是指示了 大家在学习了 然后又是习近平的精神又怎么怎么样了等等 全是习近平 更不用说习近平要跟其他人 外国人要通话 在国内要参加什么活动 或者象征性的有什么活动 都是习近平的名字 除此以外 在昨天《人民日报》还发了一个非常重点的文章 题目很普通 也很老旧 叫做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难道过去100年 过去70年不是在加强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是别人在领导吗 倒不是 他是借着这个标题来说话 结果里面一看 全是炫耀习近平 动不动就说要加强党的领导 就要加强领导核心 要突出领导核心 什么统一领导 然后就说到什么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 大局意识 政治意识 看齐意识 看齐习近平为核心 两个维护 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位 维护习近平的领导权位 反复讲 结果这篇文章短短的几百字 居然讲了23次核心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 周恩来说越是强调了 越是缺少的 这是他跟柬埔寨流亡的国王西哈鲁克解释 西哈鲁克问他 你在中国各地怎么看到那么多标语口号 什么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什么抓革命出生产 什么深挖洞广计量 周恩来就跟他解释 这是说明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是我们的任务 没做到 所以我们就要强调 就跟习近平在党媒党报发表这些社论一样 什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实际上是以党为幌子 实际上是坚持和加强习的领导 所以一口气 一个文章提了23次习核心 这说明党内出现了情况 党内就有人不想以他为核心了 有人有离心离德的表现 甚至表现出在11届六中全会很勉强的姿态 因为11届六中全会是300多个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云集 那这个时候有各派各系 也有中央的 也有地方的 这里面难免有不同的想法 而以前开中央全会往往会出事 不仅为了开这个全会一再推迟 开全会的时候居然有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突然自杀 在京西宾馆前两年突然自杀 以至于闭幕的那天还要移动会场 到人民大会堂去辟邪 所以今年的19届六中全会会开成什么样 恐怕内部很紧张 所以通过党媒党报突然大歌大颂习近平 满屏满板的习近平 罢屏习近平 就可以看出遇到了危机 遇到了危险 生怕别人不拥护他 不支持他 所以强调他这个核心 强调的同时不仅是希望各派各系向他看齐 维护党的团结 以习近平为核心 而且还强烈的发出一个暗示 就是自在必得 自在连任 明年一定要连任 19届六中全会一定要开得对习近平有利 那如果不利 他会怎么样 是政变吗 还是包围 还是要采取其他非常手段 似乎在这些智力行间也看得出气氛不同寻常 有个习近平或者是黄昆明所炮制的文章 所谓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里面连函23次习核心 给人的感觉 离了习近平 地球都不能转了 共产党离了习近平就垮了 中国离了习近平就完了 甚至于离开习近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都瓦解了 所以给人的感觉非议所思 那习近平时代之前怎么样 共产党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存在吗 这就是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说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打倒了刘少奇 邓小平 厚龙 逃住彭德怀 这些之后甚至宣称过去有两条司令部的斗争 有一条是资产阶级路线 刘少奇所代表的 一条是无产阶级路线 由毛泽东所代表的 而过去的17年似乎就不算了 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是资产阶级路线 占了上风 成了主导 那不算 也就是说中国本来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毛泽东居然认为1966年才可以真正的掌握政权 其实以他个人为标准 就是1966年之前因为有所谓毛流足足陈临邓七大领袖 他受到其他六大领袖的掣肘和牵制 他不能够扬眉吐气 不能够异书凶义 不能够当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结果到了1966年开始 他可以了 他是红色皇帝 真正加冕 登上了九五至尊 所以从这个时候他才算 似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 那人们要问1966年之前的17年 1949年到1966年真的不算共产党的天下吗 所以非议所思 同样非议所思的就是今天 习近平 习家军 王沪宁所描述的场景 就只有习近平才能把共产党凝聚起来 才能够干成社会主义 才能够攻坚克难 才能够解决各种问题 且不说习近平当政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大瘟疫 经济大滑坡 中美关系完全的颠覆 还有中共和习近平沦为全世界的公敌 人类公敌 且不说这些 就是说成绩方面 难道习近平真的超越了前任的领导人吗 难道所有前任的领导人加起来都不如习近平吗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强调 核心23次 还叫大家牢记四个意思 两个维护 牢记国之大者 所谓国之大者 讲的就是习近平 开始还敢叫习大大 现在不敢叫习大大了 但是用国之大者来暗示就是习近平 实际上在这里 习近平和习家军把话说白了 当今中国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而共产党的天下就是习近平的天下 由习近平和习家军所把持的党媒党报所制造的气氛来看 19届六中全会气氛紧张 在这之前已经是三云玉来各派了斗争激烈 民争暗斗 习近平在担心什么 跟其他派系相比 习近平和习家军有担心 而且他们担心比其他派系担心得更多 倒不是说六中全会习近平一定会败 也不是说习近平一定连任受阻 但是习近平和习家军认为有这个风险 有这个可能 更重要的是 胜败的标准也不一样 因为习近平不仅想一心谋求连任 而且他还要盘算 究竟在他的习家军队伍中有多少人能够塞进中央委员会 多少人能够塞进政治局 多少人能够塞进政治局常委 另外 即便是准习家军人手不够 比如说浙江习家军受到中纪委的围困 河南的习家军只能保一个 放弃一个 这个时候习近平盘算的就是极左派 强硬派 保守派 有多少人能够挤进中央委员会 挤进政治局常委 就好像新疆王 陈全国这样的人 双手沾满了少数民族的鲜血 能不能够捞到一个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对习近平也至关重要 可以想象19届六中全会关起门来会斗成什么样子 恐怕是激烈斗争 甚至弄得不好 像前几届中央全会一样可能斗出人命 因为在这之前就可以看到山雨欲来 黑云压沉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